走进猛场世界发现更多乐趣 哈喽这是猛场集乐会 我是小小 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去户外捕鱼 而且每个地方的捕鱼方式也不同 那你们见过在甘利的汉地里捉鱼吗 在非洲一男子提着小水桶 就来到了干旱的土地上 只见他熟练的搬开一块干燥的泥砖 没想到里面竟然全部都是鱼 男子顿时乐坏了 赶紧将鱼从泥土中抓了上来 原来这是一种叫做废鱼的鱼类 镜头一转 一群人准备将河水抽干 直接下到里面徒手抓鱼 将水抽的差不多了 抓起鱼类也是十分顺利 一会儿一大条的 接着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破轮胎 男子凑近扒开一看 这也太夸张了吧 我们看到轮胎里面竟然有很多条鱼 而且个头还都不小 非常的活跃 男子直接抓起来就放到了篮筐里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鱼 身体瘪平还有一些斑点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留言互动 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